Zither Harp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四的晚上 9点05分听完跟耐环DJ Brian之后 晚上9点到11点两个小时 我是Oh Yeah DJ娃娃 今天一开始就有一首很Oh Yeah的歌 我可以问一下那个Latte到底是要给谁的吗 不要喝 啤酒跟着啤酒碰撞 寂寞的心最冰凉 我和我的电脑对话 他对他的狗说谎 音乐跟着耳朵碰碰 嘴唇等着谁先讲 从昨天到今天 你活得怎么样 从今天到明天 你心里在我身上 可以聊天了吗 来 好啊 那我们来聊天吧 天啊 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在那个 收音机前面 Oh Yeah 是临时安排他进来是不是 你怎么来啦 我突击你 好啊 我终于来了 谢谢 我要先谢谢你之前帮我代班 对 然后因为你帮我代班 然后我都没有见到你 对啊 好久没有看到你 但是你很好耶 我 对啊 我看看健康 因为有发胖 你看起来也很好啊 我也胖了吗 没有 你看起来很 你的头发好整齐哦 我完装来 然后你刚带了好多袋子 对 里面有 我要送爱心拉丁 给你 给他 给他 我要喝 对 因为里面它不是普通的拉丁 它有爱心拉丁 到底真的会有多有爱心 变粉红色 真的假的 对 有摻很多色素 我等一下打开来看看 好 那我们就先来讲 讲你那个给他 好 专辑好了 好啊 所以现在已经可以开始预购了吗 对 今天是7月几号啊 今天7月26号 我刚刚不是讲过了 哈哈哈哈 刚好紧张哦 干嘛紧张啊 我好开心 我很想你 对啊 我也是 我每次都只能这样子 守在那个电台的那个收音机旁边 听你狂笑 哈哈哈哈 又在笑 好啦 今天是7月26号 对 7月26号 昨天已经开始预购了 请大家赶快去7-11或者是博客来网站 听到没有 郭才杰的给他专辑从昨天就已经开始预购了 对 7-11跟博客来都可以预购 都可以预购 然后这次就是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就是穿导小鸟先生版 嗯哼 就是这个版本就邀请他来帮我拍了一系列的 我好喜欢哦 这次的形象 对啊 我也是 就是觉得有一种幽默 但是还是 还是 要漂亮亮的 但是有一种怪感 我很喜欢 叶子遮掩 对 哈哈哈哈 我很喜欢他的构图的那个比例 对 就是就像你讲的有点幽默 对 那那个你刚刚说有两个版本 另外一个是什么版 另外版就是我个人的锅鸟版 锅鸟版 有什么差 里头就是他那一系列的摄影也是 我这次 反正就是之前在拍杂志的时候 遇到很喜欢的摄影师 所以我们就一直玩了一个漂浮的一个感觉 哦 就是会好像漂在半空中的感觉 对 然后那一系列里头就是有录音时候的手稿的歌词 就在里头 可是这样我都很喜欢 我都会送你啊 啊哈哈哈哈 可是我一直都说歌迷啊 歌迷就斟酌一下 因为其实 预购结束之后 就是什么都没有了以后的正式版 嗯 的视觉也很酷 所以有三种不同版本 是出奇蛋吗 对不起 你真的很没有爱心 怎么会 没有就是应个人喜好你有很多种选择 因为太想要给大家看 啊 我知道了 嗯 因为你知道我们一定都不会只交一个朋友 譬如说像上次啊 你跟徐佳寅 还有那个季星佩 你们就是三个来代班 对 所以也就是说你应该朋友不会只有一个 所以你就可以交三个朋友 那你买那个川岛小鸟先生版 然后一个买锅鸟版 然后一个正式版再买 然后大家交换看 可以 这样最好 就是一人一份这样子 互相的穿越 欸 我觉得你好聪明哦 我以后也要有这种 这种行销的方式 这样就表示我的专辑可以卖多一点点 是是是 然后也有那种很爱你的 可以一次买三种 对对 然后就是每一个版本 都可以玩不一样的东西 好 谢谢郭初琪 好 打给虎哥 郭初琪 真的很 就是那个跟初期蛋一样 一次 一个蛋里面有三种享受 是 好 那那个现在 那你预购可以得到什么小礼物吗 预购的小礼物 预购的小礼物 不就是刚才说那两个吗 哦 已经讲了是不是 就是 也不是一个赠品啦 就是说这个版本 一个新意 对 它所拥有的是 川岛小鸟的摄影书 它另外一个版本 就是会有那个 今天送拉铁来的那个纸袋 哦 纸袋 对 好 我跟你说 郭台姐就是 布莱真正的礼物 那一套 就是它是新意的那种意象 哈哈哈哈 好的 诶 你看我第二首放一夜台北 因为我好喜欢这首歌 这首歌我也好好喜欢 你跟徐温一起写的 对对对对 对 我一直喜欢 嗯 好啦 我觉得我好像有很多话都还没有讲完 那那个你要不要讲一下 诶 但是我要说一下 什么 之前你跟他一起合作那首迪士尼的歌 我也好喜欢 哦 迪士尼对不对 听的时候都在发亮 发光 闪闪亮亮的一首 虽然说是给那种儿童听的 但是给大人听也会有一种很飞翔的感觉 对 真的 诀文好厉害哦 他好厉害哦 好 我要先找他合作 因为你专辑要发 你没有找他合作吧 没有 我先去找他 好 哈哈哈哈 好 那你给他专辑这个里面 嗯 诶 诶 是啊 有签唱会诶 当然当然 好 那你 那你 你有带过把你自己讲好了 好啊 好 因为8月10号的时候专辑就正式发行了 所以呢 11号的时候 2点半在台南的南方公园 然后晚上7点在台中的新时代购物中心 隔天星期天 2点在台北西门町联合医院 8月18号就隔一周的星期六下午2点半 在高雄梦时代幸福广场 还有一个我一定要去 是 对 我可以去吗 你不要来啦 你来我好紧张 你很烦 诶 我的你都在 你 我每 我那个表演的时候 你歌后了吗 郭彩椎在台下哭 对啊 我想我应该也要还你一次哭吧 就是一人还一次 好啊 好所以他8月25号有演唱会 哈哈哈哈 对 8月25号的时候 有这次的新歌演唱会 我好紧张 因为我人生没有举行过这件事情 紧张什么啊 好紧张哦 为什么要紧张 那我 你刚刚叫我歌后是不是 对啊 我觉得你乱讲话 你照我金曲讲的就是没有的吗 有什么关系 哈哈哈哈 那我把你 在我心里 所以那 所以你看我在你心里是歌后 那我就要把我 你觉得我是这个歌后的东西 就丢给你 好 然后你那一天 就真正是一个歌后 过十二点要还我 那 试试试 哈哈哈哈哈哈 有一种安全感 好吗 我一定要去拜托 好 在哪里啊 在那个 统一版几百货的那个二楼梦广场 那里有场地 对啊 很神秘吧 我觉得好适合哦 因为你过完十二点之后 那个梦就要还给我啦 所以就在梦广场里面演出 对 好棒哦 应该不会超过十二点 哈哈哈哈 好的 好 那就是 诶我们还有两分钟可以聊天 正式的聊完了 好 我们来乱聊天 那你最近都在干嘛 我最近哦 就是 就是终于可以睡饱一点 哦对 就是对 因为我前两天才那个 我有一个过年党的电影 叫大尾鲁曼 就是大尾鲁曼 哦你是鲁曼哦 我是鲁曼小孩 哦你是大尾鲁曼的小孩 对 然后那个电影才杀青 嗯 所以我现在终于就是可以专心的 做唱片的宣传 哦 好 那那那 我知道你很辛苦 就是我之前都有看到一系列 譬如说你还有拍那个 Chanel外套的一个微电影 对对对对对 我也很喜欢 对 小副导演 很漂亮 对啊 我就觉得这两年好像 就是在戏剧上面有很多的表现 甚至那时候有帮拉拉拍他的MV 对 然后就觉得 就是也很期待自己的新的专辑 因为这次参与很多 所以就觉得值得期待 你终于要发唱片 终于回来当歌手 终于可以唱歌 我好开心 对对对对 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 你帮拉拉拍那支MV的时候啊 是 我朋友就是在那个 就是一直转发 嗯 然后就会 我有一些香港朋友就说 怎么办 我好像爱上郭彩杰了 他用怎么办 来形容他心里面的那个 哇 嗯 喜爱 对 所以 嗯 我想那些戏剧应该是在你的专辑里面都会在感受到的温暖吧 从 对 是演员 可是要从演员里面把那个温暖放到歌里面会跟以前 只有发唱片的时候感觉应该是很不一样 对 就觉得自己变得比较厚实的感觉 我们剩20秒了 那怎么办 那你自己结尾吧 那我就是今天已经是 昨天开始日购 那希望还没有日购的朋友可以赶快去7-11 日本还有博客来 那 找三个朋友 找三个朋友 一起分享这次给他的 出奇蛋 的感受 对 谢谢郭彩杰 谢谢我 我很想你 我也是 拜拜